高手藏在民间 瑞穗香拉吉河甘部落文件站 更是卧虎藏龙 高零84岁的朱姆丹 从小跟父亲学习腾编技术 也因此游行记忆失传 因此在战方的鼓励之下 特别担任腾编的老师 朱姆丹欢喜地表示 虽然每位学员守挫 但每个人都勤奋向学 也令他不忍苛责 那吉河甘部落文件站的学员 跟着腾编老师 学做腾编手法 各个聚精会神 同样是文件站议员的 腾编老师朱姆丹 高零84岁 从小就跟着父亲 习得一首传统的腾编技艺 但随着年纪见长 也忧心传统技艺的流失 因此当文件站立邀 传授腾编技艺时 朱姆丹立刻点头答应 虽然学员守拙 但各个勤奋向学 令他敬佩于肯定 都很勤劳 因为还认真的学习 还想吧 也敢吧 瑞瑞吉拉哈根部落文件站 除了照护陪伴部落老人长辈 在站内也规划 一系列的传统文化课程 找回长辈们 熟悉的生活回忆 借由课程的研习教学 提升老人长辈们的自我肯定与成就感 其实我们文件站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我们就考量到就是要运用部落的人才 那我们也就是开始就是盘点我们部落的人力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老人家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过去做过什么 他曾经会什么 也能够带到这个文件站里面来教授 我们自己部落的这个长者 部落文件站规划设计各式各样的课程活动 都相当受到学员们的喜爱 这一次腾编记忆课 由部落齐老也是学员的朱姆丹 来教传统腾编记忆 朱姆丹开心地表示 教学乡长更乐见于腾编这一项传统记忆传承下去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